比如說一般我們會輸入一個日期上去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隔世化出來的 就像這樣好了 比如說明國年 那明國年裡面有幾個要求 就是說呢 我希望隔世出來的話 它這個地方 就是 這個月跟日 月跟日的部分 一定要多兩碼 一定要多兩碼 也就是說如果它是各位 各位數字的話就自動幫我補零 比如說我這個地方 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說改成8號 如果我是6月8號的話 它出來的話 一定也會是0608 像這樣的一個格式 那再來後面呢 要幫我加什麼 加到底它是星期幾 比如說我這一天是星期五的話 要說出星期五 那我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 稍微跟各位講一下 格式部分的話 第一個 你直接在輸入日期之後按右鍵 右鍵之後有個儲存的格式 那當然在那個2003裡面呢 它的位置跟在這個2007 或2010裡面不太一樣 不過都一樣的地方就是右鍵 所以我很喜歡用右鍵 如果右鍵找到功能的話 那我就不要再去記說放在哪裡 反正右鍵就出來了嘛 所以這地方會自動出現那個儲存的格式 那你點下去之後呢 這邊有相關的固定的格式 裡面的話呢 當然在那裡sail裡面呢 蠻貼心 還會幫我們建立中華民國力 因為這個中華民國力 全世界只有在台灣會用到 所以這個中華民國力裡面呢 也幫我們做一些相關的格式出來 那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格式化成什麼呢 這個右邊各位看到這個民國 民國那你可以看到這邊 日期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所謂的中華民國力 那你可以找到民國 我比較接近的是 接近的是這一個 我可以點下去 但是呢 像這個格式之後 你會發現呢 它裡面所提供給我們的格式呢 都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呢 如果說呢 我要幾個條件 第一個 我的個位數字 不是 就是說我的年跟月 一定要兩碼 那我要該怎麼做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後面我要加上一個星期幾 然後前後有刮虎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這個地方就需要牽涉到 有個所謂的制定格式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用過制定格式啊 格式制定按下去之後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 你剛剛被選取的這個格式 就可以來制定了 比如說我今天點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呢 其實呢 在那個